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因为心脏缺血时将疼痛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在水平相同的脊髓断区域 附近的器官 如肩膀 脖子 下巴 手臂就在这个范围内会感觉到痛感 三 长期反复过度出汗 明明没有进行剧烈运动 却在脖子 后背 头皮 手心 脚掌大量出汗的话 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信号 这种情况通常会持续超过一周的时间 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反复复的出现 这种出汗类似感冒发热 却没有其他感冒症状 肾脏的求救信号 一 脚肿和严肿 肾脏每天过滤的水分差不多有200升 一旦发门出现问题 水出不去 水分太多的时候 就出现水肿 两个地方会比较突出 一个是脚踝 如果脚踝比平时粗 拿手一按出现一个坑 就叫做可凹性水肿 另一个是早上起床后严见水肿 二 老血压控制不住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高血压不都是血压的毛病 可能是肾脏的问题 这在临床上叫做肾源性高血压 特别是年轻人高血压 往往是肾脏疾病存在的警报 三 尿泡沫增多 经久不消 尿中泡沫较别人明显增多时 往往提示蛋白尿的存在 这是因为尿中蛋白含量多 导致其表面张力变化 而易于产生泡沫 但是注意的是 这种泡沫尿具有经久不消的特点 甚至放置一夜仍然存在 可以借此区别于正常尿中的泡沫 肝脏的求救信号 一 食欲不振 肝脏受损往往导致消化不好 严重的还可能出现 厌食油腻 恶心 吼吐等 这主要是由于肝细胞大量受损 分泌胆质的功能降低 影响了脂肪的消化 二 脸色发黑 肝脏对铁的代谢起着重要作用 肝细胞遭到破坏的话 肝细胞内的铁会流入血管 使血液内铁成分增加 导致脸色发黑 这种症状最容易在男性和必经厚的 女性身上出现 因此 当出现脸色发黑症状时 一定要警惕是否肝受损了 并要及时护肝 三 蜘蛛质 如果皮肤上出现了蜘蛛质数量较多 且出现后长期不退 或是原有旧的蜘蛛质突然明显增大 就要警惕有肝硬化 肝硬化加重 甚至肝癌的可能性 有人说 蜘蛛质是肝功能衰竭的紧致灯 胃脏的求救信号 一 反复发生的负胀 反酸 反酸负胀的情况谁都有过 但是如果经常出现 反复发生就要提高警惕了 可能是幽门螺旋杆菌在作怪 时间久了会引起胃溃疡 甚至增加胃癌风险 二 明显消瘦 反年龄在40岁以上的胃溃疡病人 短期内出现容易劳累 疲惫 乏力 食欲减退 以及出现消化不良性的腹泻 特别在进食肉类 食物之后腹泻随之加重 恶心 呕吐 吐咳素食或者暗红色物质 对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有消化吸收障碍 全身状态短期内发生急剧变化 营养状况变得很差 销售明显 体重急速下降 出现贫血和治疗不奏效的 顽固性呕吐 且药物治疗效果变差 这也可能是恶变的信号 三 黑变 黑变除了可能是肛肠疾病 还可能是微出血 这一点有过胃溃疡病史的朋友 一定要警惕 如果溃疡病人出现了 无法解释的黑变 或者大便浅血 食验坚果持续呈阳性 并且发生严重贫血 这些现象均表明 胃溃疡可能在恶变 血管的求救信号 一 四肢冰凉 痙磷 四肢冰凉是血管问题很好理解 血管堵塞 四肢得不到血液的滋养 就可能会发生四肢冰凉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 痙磷也可能是血管问题 当我们出现动脉硬化的时候 下肢血管的远端出现了堵塞 或者有狭窄的地方 就会造成虾肢供血不足 由于供血少 肌肉的营养差 在低营养高消耗的前提下 就会出现乳酸代谢的异常 酸产物堆积 堆积到一定程度 就会出现缺血的疼痛 那种疼痛发生的时候 人不自主地会有 卵缩的现象 那种感受 与普通的腿臭肩太像了 就会给大家造成腿臭肩的假象 二 没表情 扑克脸 扑克脸不光跟心情性格有关 还会是血管受损的征兆 如果在生活中发现周围的人有扑克脸 要留意提醒他去做一下心血管检查 因为一个人不管是生气 微小还是悲伤 只要他有表情 他就会牵扯到面部的肌肉 肌肉是要活动的 而当这个人的心血管系统受到破坏时 机体本能的就要把个个耗氧动作降到最低 比如有观众动脉的一个明显的狭窄 他自然就没有更多的力气 来进行一些表情的反应 大脑的求救信号 一 突然头晕 黑蒙 拿着筷子吃饭 突然间不知的怎么就掉了 或者突然头晕 黑蒙 这种已过性的症状 却可能是小中风发作 小中风是局部的脑组织血氧减少 或者暂时中断 通俗一点说就是大脑突然短路了 出现小中风 如果没有及时去医院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可能把小中风 拖成导致半边肢体完全瘫痪的大中风 小中风很短暂 患者在发病时 往往会出现一些短时间内的不适症状 包括身体某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 说话不利索 或突然找不到正确的词语表达 单眼或双眼看东西不清楚或重影 颈走困难或平衡失调 头晕头痛 遗过性意识丧失等 中老年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以及抽烟饮酒者 一旦出现以上突发症状 一定要立即去医院就诊 2.丢三落四 脾气变暴躁 老年痴呆或者是阿斯海默症 除了会有丢三落四 记忆力减退等情况 还有可能出现脾气暴躁 挑剔 夺疑 产生幻觉 暴力倾向增加 夜游等现象 轻度阶段 患者会显示出记忆减退 中度阶段 患者完成复杂任务需要旁人帮助 他们难以编人物体 家中成员 夜间活动增加 读写困难 买东西 场望付款等 中度阶段 生活难以自理 很难与人交流 大小便失禁 基本丧失行 走 坐 微笑 吞咽等能力 常年误闯不起 眼睛的求救信号 一 看东西模糊 重影 颜色变淡 年纪大了 眼睛花点都正常 但是如果出现看东西模糊 重影 颜色变淡 可能就不是老花的问题 而是白内障 白内障的发生情况 因人而异 大多数白内障 发展得很慢 有人会先感到 中心势力下降 也有时周边势力下降 有些会觉得色彩浑浊 常见其他的症状 还有视力模糊 怕光 所看到的物体变暗 变形 甚至失明 二 眼睛疼 恶心呕吐 还有一种眼病 不仅仅会出现 眼睛上的症状 比如眼睛疼痛 还会出现 恶心 呕吐 头痛等症状 这种病 就是清光眼 清光眼是一种 发病迅速 危害性大 可随时导致失明的 常见疑难眼病 如果出现下面这些症状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视力下降 视野缺损 头痛 眼障 恶心呕吐 怕光 红视 等等 三 失误变形 在各种危害极大的隐病中 还有一种病 很隐蔽 就是黄斑变形 这种疾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 失误时物体扭矩变形 视力减退 因为不疼痛 所以经常容易被忽视 黄斑位于视网膜中心 是视觉最敏锐的部位 能识别物体的形状 大小 颜色 纵深 距离等信号 如果其结构发生了变化 视力就会下降 因为这种伤害的不可逆 言无之了的危害可想而知 骨骼的求救信号 一 四十岁后逐年变矮 从四十岁开始 一般情况下 人的身高每十年 大约降低半英寸 如果一年内 身高降低超过一英寸 够东西很费劲 就要抓紧到医院检查 是否患骨质疏松了 男性最晚在四十岁 女性最晚在四十五岁时 每半年到一年测一次身高 如果半年或者一年内 身高降低了三到五厘米 就要引起高度关注 就一定要到骨科 进行骨密度的检查 二 下蹲困难 关节肿胀 感觉膝关节变形 僵硬 肿胀 疼痛 活动时各个关节咔咔响 下蹲困难 双腿行走不便 疼痛 上下楼梯困难 如果您有以上任何一种症状 都说明 您可能是患上了 膝关节退行性 骨性关节炎 三 手指疼麻 一般小手指和无名指 发麻或疼痛 可能要考虑 是颈六到七椎间盘 出现了问题 前臂外侧和拇指 食指疼麻 要考虑是颈五六椎间盘的问题 如果肩痛或者伤痞疼 应该是颈四五椎间盘有问题 好了 关于身体各个器官的救救信号 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时刻注意 自己身体各部位的变化 防患于未然 把疾病扼杀在摇篮中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对您有帮助 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